娱乐周到无需客套 大家好我是小鲤鱼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 香港的电影圈可以说是很昌盛的年代 但在这昌盛的背后 也是黑社会最为猖狂的年代 在那几年中发生了很多害人听闻的事件 直到现在还是有不少人都听过一些以前的黑暗传闻 在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大咖明星都曾被枪抵在脑门 被逼拍戏 像成龙刘德华等等明星都遭遇过这些事情 但在当时这都还是比较小的事情 毕竟这都还没有涉及到更血腥的事件 像大姐大刘嘉玲就曾被一群人劫走三个小时 在此期间受到了他们的暴力对待 他们甚至还拍下了他的裸照 在12年后公布于众 这一事件在当时也是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由梁朝伟梅艳芳、张国荣、成龙、刘德华等百名艺人 还发起了一场浩浩荡荡的抵制东周刊恶行的抗议活动 除了刘嘉玲之外 梅艳芳也遭遇掌雇事件 相信很多人也都有所耳闻吧 梅艳芳有一天在卡拉OK的时候 遇见了黄狼为 在打过招呼后 黄狼为还要他留下了一起唱歌 在拒绝之后就遭到了黄狼为的掌雇 还不让他离开 黄狼为也在第二天就遭到了一群人的报复 被砍了十几刀 好不容易在医院救回了自己的小命 但最终还是被人杀害了 在警方的调查之下也一直没有出结果 对于香港当时事情的提及 李连杰也在采访时说道 其实那几年江湖上死了不少的人 李连杰自己也是身处于当时的动荡中 而且离的是那么的近 1954年 蔡子明在广州出生 他原本是姓欧的 或许是有什么变故 后面与哥哥蔡子健都改成了姓蔡 可能是父母疏于管教 兄弟俩自小就性格叛逆 混迹街头 并靠着强大的号召力 成为这帮街童的首领 1978年 24岁的蔡子明通过亲戚的关系 来到香港谋生 很快蔡子明就自己承报了装修工程 独当一面 那年代 装修这一行的水特别深 是各个社团争抢的生意 蔡子明能站稳脚跟 除了他自己有能耐之外 不禁令人好奇他是什么来路 80年代初 听闻到荷兰唠金更快 蔡子明支身前来 由于身手了得 形势果断 在当地的14K荷兰教父 义中对他十分喜爱 将他设为义子 义中早年在香港 就是叱咤风云的人物 靠着一手红拳 蛇雕手 难逢敌手 当年的青楼独当 只要挂上义中的牌子 就无人敢来惹事 后来义中在追砍一位 和和图大老石 对方被逼到无路可逃 跳楼身亡 义中为了躲避牢狱之灾 才逃到了荷兰 抵达荷兰之后 再起风云成了当地14K的首领 值得一提的是 义中的老大是14K的开山元老欧文 与蔡子明原本的姓氏同一个姓氏 义中在这儿做的是面粉买卖 蔡子明孤身一人 作为义子 自然是跟着义父干 虽是靠着面粉生意 几年间蔡子明赚得盆满钵满 但毕竟那是刀口上填写的生意 蔡子明深知这个道理 80年代中期 腰缠万贯的蔡子明回到香港 陆续开了多家珠宝店 酒楼 KTV等高端场所 除此之外 还在尖沙嘴开了一家名为品味一族的餐款 据蔡子明自己所说 这些产业中 这家餐馆盈利最高 1988年 蔡子明与胡须永合伙 开办了富翼电影制作公司 进军娱乐圈 但那时候蔡子明的重心依旧在荷兰 富翼最开始的幕后主导人 是仅占10%股份的胡须永 胡须永是谁 他是14K一字堆画式人 叱咤澳门的崩雅鞠 靠着大家姐司徒玉莲起家 而在早年 胡须永颇为照顾司徒玉莲 可见胡须永有多强大 胡须永做事很麻利 在当年 富翼先是推出了以冯宝宝 楼光南 徐少强为主演的林幻小姐 后又推出万子良主演的《我要逃亡》 但票房不是很理想 1989年 轰天龙虎会上映斩获1000多万的票房 不过这部高票房的电影 如今却遭到了不少吐槽 标明的几个大牌主角 如刘德华刘嘉玲等 接近出来几分钟就领了盒饭 简直就是骗票房 再后来刘德华接受采访时 就曾说过 自己曾被枪指着脑袋拍完电影 刘嘉玲也很惨 胡须永曾自述过 刘嘉玲曾答应他拍电影 但约好的时间到了 刘嘉玲却在向华强向华盛的片场中拍摄 于是带着马仔到现场 抽了他两个大嘴巴 不管怎样轰天龙虎会拿下如此之高的票房 将蔡子明信回香港 蔡子明的野心极大 他的眼光不仅仅是香港这个市场 而是发挥自己常年在海外的优势 以国际市场为目标 准备大干一场 当时演员的地位其实很低 更多时候都被电影公司压榨着 不少电影公司的背后都有黑帮势力支持 就如前面所述的胡须永 拍轰天龙虎会用的手段 其实只是一个缩影 除此之外许多电影公司会用各种拧行手段来损害演员的利益 并且各方势力在背后早已形成默契 处于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 蔡子明的到来做法却与其他电影公司不一样 更多时候都是由他自己与演员谈片酬等条件 女明星黎姿就曾说过蔡子明为人豪爽 谈好条件后都是提前支付全部片酬 她不苟言笑 常年面无表情 加上神秘的背景 不怒自卑 对内与演员谈完条件 从来就不会像其他经纪人或者电影公司那样涉套 对外她靠着自己雄厚的财力 吃巨资打造国际团队 一时间这位背景神秘的大咖无人敢惹 搅动电影圈的江湖 1991年蔡子明赤巨资900万美金投资了上海1920 并靠着自己手头的国际团队 请来了宏基一时的美籍华语演员尊龙当主演 再加上玉女形象的袁杰盈一出手就是大手笔的剧作 除此之外蔡子明还联合电影人舒奇 成立复役国际电影发行公司 当时香港电影市场主导发行的公司也就那么几家 连发行都自己来投资 可见蔡子明这次是来真的 几次大手花钱下来 整个电影圈认识蔡子明的人不少 但真正跟他熟络的却极少 因为蔡子明除了正经谈生意 极少提及私事 根本不会把时间浪费在社交上 他做事情的目的性很强 1991年底 李连杰和佳和定公司闹翻了 面对佳和的剥削 势单力薄的李连杰 哪里是电影巨头的对手 于是蔡子明出手挽救李连杰与危难之间 可付出的代价却不仅仅是葬送了自己的电影蓝图 还有自己的性命 李连杰这事还得从罗维一家子说起 罗维与第二任妻子刘亮华生下儿子罗大卫 后来两人离婚 刘亮华去了嘉禾顶公司当高层 成了嘉禾老板邹文怀的红颜知己 在1989年时 罗维找来李连杰拍摄《龙在天涯》 票房并不是很理想 在拍这部戏时 李连杰与罗大卫结实 两人成为好友 罗大卫对自己的父亲罗维可不手软 直接挖父亲的墙角 将李连杰带到嘉禾公司签约了四部电影 承诺拍完就给600万 如果没拍也会支付 可等了两年的李连杰 在合同即将到期的时候戏才开拍 由徐克导演李连杰主演的《黄飞红一壮志凌云》上映 票房大卖李连杰也跟着出名 成为电影制作人眼中的下蛋的鸡 但随着合同到期 李连杰讨要片酬的时候 却被拒之门外 罗大卫作为经纪人却反站在嘉禾这一边 当时正在拍摄《黄飞红2男儿当自强》 于是李连杰霸拍引起了轩然大波 但嘉禾作为电影公司巨头 哪里是李连杰抗衡得了的 李连杰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那是他人生的至暗时刻 这时候蔡子明成了李连杰职业生涯的一道曙光 蔡子明出手 先是挤走了罗大卫 自己成了李连杰的经纪人 随后为李连杰谈判 男儿当自强拍完后 将李连杰的片酬要到手 嘉禾这边拿蔡子明一点办法也没有 带着李连杰脱离苦海后 蔡子明为李连杰量身定制了新电影《星炉门客栈》 不仅请来杨子琼当女主角 并靠着自己的国际团队 邀请了好莱坞的史泰龙 与李连杰一起出演 以此来增加李连杰在国际上的知名度 一切有条不绪地进行着 可能自是在荷兰横行多年 依旧安然无恙 蔡子明在香港 从来都不带保镖在身边 独来独往 就是这么自信 可如此的自信 却被有心人盯上了 1992年4月16号早上 独行侠蔡子明在回复义公司的路上 突然冲出两个蒙面的标形大汉 大汉从腰间掏出珍藏了32年的黑心 对着蔡子明砰砰来了几发 蔡子明倒地不起 命丧当场 享年38岁 他的商业帝国也随之崩塌 而就在10个小时前 李连杰还与蔡子明彻夜长谈 未来的电影规划 16号当天也是男儿当自强上映的日子 在家里接到蔡子明突如其来的死讯 李连杰脑袋一片空白 蔡子明死后的第二天 有记者接到爆料电话 一个自称河南邦的杀手 说自己受雇于一个电影监制 刺杀蔡子明 原本谈好的是100万 在事后只拿到了50万 因此特意打电话爆料 蔡子明的死至今仍是个悬案 但许多明星都知道内幕 只是没有证据不敢说 像成龙在节目中就曾提及过这件事情 就在蔡子明死后没多久 罗大卫再一次缠上了李连杰 这次站在风口浪尖的李连杰 并没有乖乖就范 而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摆脱罗大卫的纠缠 随后由自己的姐夫 接手经纪人的位置 可没多久 姐夫也在一场车祸中丧命了 最终李连杰在永胜电影公司 向华强的保驾护航下 顺利度过人生低谷期 如果电话爆料属实 如果李连杰在蔡子明死后 面对罗大卫没有反抗 再以谁是最大的受益者 谁的嫌疑就最大来推敲 那幕后凶手不言而喻 有传说 罗大卫曾与新安的疯狗陈志明 合伙开了一家红发定公司 陈志明曾与蔡子明 在九龙富豪酒店谈判 要求蔡子明让处李连杰 来为自己拍戏 最终双方不欢而散 并相互撂下狠话 这陈志明是谁 他早年师从新安大总管苏龙 泰拳打得极好 常以非西KO对手 因此又被称为西王 曾在擂台上打赢后 转身对着擂台下的陈慧明挑衅 以至于后来陈慧明 与他师父苏龙 在酒吧里大战三百回合 而在1987年时 新安二代龙头向华炎 因涉黑被捕 苏龙想要篡位时 陈志明也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 在当时 他连向华墙都不放在眼里 不过向家的前面 还有大总管林景 林江保驾护航 陈志明最终自然是失败了 当然蔡子明的死还有另一种说法 便是与他在荷兰的生意有关 海外黑帮千里迢迢来寻仇 但感觉这个说法不是很靠谱 2022年 蔡子明离世30年 30年河东 30年河西 时间冲淡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大佬 也成就很多新王 而李连杰一直都在怀念蔡子明 生活多艰难 不过请保持善良 内心的荧光微光 终究会绽放成耀眼的希望之光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